哥哥们精彩故事继续为哥们奉献 上一句故事咱们讲到我 这刘汉和周公子正在呢 这矿物局一把杨涛的办公室里边 跟杨涛搁这块谈那个矿的事 聚集哪天签合同多少钱的承报费 你看这个时候当时这个门呢 被一脚就给踹开了 这杨涛冲进屋里边将这个刘汉和周公子全给打了 并且告诉他了马上给我滚出机器 这个当时啊收拾完这个刘汉和周公子之后啊 并且直接告诉杨涛了 不要认为你在矿物局一把的位置啊 就可以为所欲为 这么多年没从你手里面顺利包出一个矿的 信不信我给我哥打一个电话把你给叫走 这杨涛看见刘刚这么说 他也不敢咱扎扬啊 因为他知道他的哥哥流利确实有这个实力 所以说呢这边这刘汉和周公子啊 看见杨涛这个为难的样子 两人呢也就离开了 这矿物局一把 回到酒店之后啊 把电话呢就打给杨涛了 杨涛这边就接了 那个周老板的 要不然咱那个矿咱就别干了 这边周公子啊直接就跟杨涛说了 这个事啊你就不用管了 我就不信我熟识不了 这姓刘的 你看我怎么熟识的就完事了啊 其他的事啊 你就不用操心了 你等着就行了 就这么的 这边啊 这周公子呢把电话呢就打给刘维了 告诉刘维你现在马上带着兄弟 回到这个机器来 我要熟识一个社会人 就这么的 刚打完电话 你看这边啊 这刘刚带着人呢 再次冲到酒店 告诉刘汉和周公子 马上给我滚出机器 机器不让你呆了 那么呢你看刘汉和周公子呢 也就没有跟他们呢 发生正面的冲突 为什么 因为手里边全拿着家门 两个人就到了哈尔滨了 在哈尔滨等了两天之后啊 刘维也已经到了 这伙人到了之后呢 再次返回到机器的时候 当时这个周公子啊 就给刘刚打了一个电话 刘刚此时就接了 刘刚这边也就说 你好 你谁呀 我就是为你打出机器的美老板 周斌 这边这刘刚一看啊 咱家有事啊 周斌说 站点 你看咱方便谈一谈吧 今天晚上万克莱大酒店 808房间 我在这等着你 这当时刘刚你看 行啊 啊 惨惨 看来你对这红河矿 还是有想法呗 周斌说 这就是我的矿 谁也拿不走 刘刚说 你他妈好猖狂啊 今天晚上808房间 我要不要你满地找摇 你是不知道我马王爷三只眼 周斌说 行 我期待你的到来 到时候你别不敢来 就这么点 你看当天晚上周斌的 当时呢 在这个808房间 已经不是好兄弟了 自己的几个把坑的兄弟 刘汉了刘维了 唐谢兵六 就是这九头风都可是坐着你 那些个小老弟在旁边的房间安排着你 桌子底下全打的 哎 五连发 你这边刘刚你要来了 指定是在收拾你了 就这么 你看呢 这边刘刚也知道 你看这伙人卷土重来 肯定是有备而来的 他呢 也叫了二十来个兄弟 就来到哪了 就来到这个808房间了 那你看到这个房间一敲门的时候 这当时呢 邱德峰啊 开个门 邱德峰当时就跟这个 刘刚说了 说那个哥们 你看房间里就这几个人 你带这么多兄弟 是不是不太合适 这刘刚往屋里边一丑 屋里边满打满算 五六个人 直接叫着自己的几个兄弟 还有自己的堂弟 刘强啊 王红军 张振义啊 等人呢 直接就进屋了 巴往这一坐 看了看周冰和刘汉 怎么的 你俩还不服啊 这边周公子说 兄弟 这么的 我们全国各地啊 都有矿 说白了 就是红河矿 我们承包到手了 我们也准备啊 找当地面啊 找一个管理人员 你这样吧 你就给我们管矿 每年给你20%的 存利润 你看行不行 承包费 一分钱不用你出 周公子想和他谈谈买卖 这边刘刚看了看周公子 你这样吧 你要是合作 你也行 你只拿20% 剩下的80% 给我3000万的承包费啊 全部都你出 周公子这边一看 你的胃口是不是有点大了 刘刚当时看了看周公子 非常的猖狂 说了一句话 要么你就同意 要么现在就把你打出来 我冲进来 那你看还没等他说完 刘维可旁边一看 啪啪一批 刘维可旁边直接削到刘刚 回手一个妻子 扒给怼上来 你再说话 再说话他妈打死你 后边外边的兄弟 准备往屋冲着 这边唐县兵 你看你们谁进来 进来打死他 这几个兄弟 刘强啊 王后军怎么 全部用五连发给怼上来 你旁边冲进了 二十来个兄弟 给他们全部都围住了 外边的兄弟也不敢进来 为啥 自己大哥被人用枪指着呢 这当时周冰站起来 走到 这刘刚的跟前 小兔崽子 这他妈有眼不识泰山 不知道我是谁 是不是 刘刚说 你们胆子太大了 你知道我哥是谁吗 这边周冰说 我已经了解了 你哥不就叫刘厉吗 当时在积极 确实有点实力 周公子就走到 我这刘刚的跟前 啪他一批有瓶了 直接给刘刚啊 再次抱了一个批有瓶 直接告诉刘刚 小样子 你跟我俩斗 你还差远了 刘刚说 你进入了 今天你们打我 要你们吃不了 兜着走 周冰说 难道我打你一批有瓶 都吃不了兜着走了 对啊 周冰这边一看 刘刚把他腿给我打折了 这边刘威 拿了妻子 罩着刘刚的大嘴 哐哐就一抢 这边这刘刚啊 发出了个杀猪般的惨叫之声 哎呀 哎呀 你们贪事的啊 你们贪事的 这边周公子说 贪事的 你记住了 明天上午十点 我们在红河没逛 要遵这个签署一事 有能力就去阻止 行 走了 这边带着他们人上 那可就走了 但是他们并没有在机器带 就回到我这哈尔滨了 那你看明天上午十点 他们能顺利的 潜到红河矿吗 老弟啊 下次给你讲述